大家好,欢迎来到《天才少年》的YouTube频道 人类和鬼怪从来就是事不两立 如果有一天鬼怪的身份被人揭开 也认为鬼怪的背后到底隐藏的会是什么呢? 还请你听,我说 日本现实世界,一位来看天童坐在路边吃吐司 突然,从空中出现了一只清明咬牙的小鬼 猛的,就冲响了天童 天童一路狂奔,跑进了一个古具有打字庙里 寺庙里,出现了一个和尚,他自称耕耘 他在天童进入了一个周深,都是鬼怪壁画的房间 说这些,都是犹荡的古鬼 他们无恶不作,杀人如麻 有一个时代一直是人和鬼的敖战 天童听得很怒迷,突然墙上的鬼怪像烟一样让他冲了过来 于是,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穿越到久远的平和时代 一头雾水的他,被世卫首领原始太光,带去换衣服 走了路上,来光拔金一辉 天童的衣服,瞬间就被切成了两半 这,可把他吓坏了 好歹对方没有下一步动作 只是单纯,让他换一些衣服 随后,恶人就起码进黄都平成 等到了皇宫后,天童坐在一个大殿中央 他的面前都是贵族 更云,坐在这前面 他说自己的祈愿是让这个国家成为平和的天堂 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天童左边的黑袍官员发生指控鬼怪的嫉妒心与罪恶 他们称天童会救世主 都指望他帮忙消灭鬼怪 还百姓,一个太平盛世 天童愣住了 救世主 他前不久才被吃鬼追着满街跑 今天,最莫名其妙成为的驱鬼是 天童不敢承认 但是,更云说他身上的龙形胎记 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也意味着他是唯一一个可以掌控大蛇的人 大蛇是一只巨大的八头八尾的大龙 现在需要天童去唤醒巴西大蛇 老把鬼怪彻底消灭 更云的情绪激动 加上众官员的附和追着天童赶紧去唤醒巴西大蛇 这场天童有种要被吞了的感觉 这时,主持发话结束了这场戒面会 在深夜,天童半夜起海路侧时 发现一群人在围攻赖光 不过赖光解决他们好像一如反掌 著作显得越为慵懒 当天童问赖光为什么战斗的时候 赖光说,他不想活着 但是,又不想这样死去 另有时候,真的很反见 和鬼怪在此刻发动了夜袭 赖光作为世卫首领马不停蹄地赶去支援 世卫们的无理攻击对蜘蛛形态的鬼怪来说不同不一样 等赖光感到的时候才发现 鬼怪的真正目标是神圈恩赐 那里已经大火四起 蜘蛛形态的鬼怪完全攻陷其中 而被抱在后面的天童 就被更云带往神圈恩赐前方的水上佛像处 那一带充满了龙脉的力量 就能够感受到大蛇的存在 更云和天童在床上的时候 突然一只前面獠牙的鬼 袭击地过来 更云瞬间躲开 将天童放在水面上 那只鬼栽在水面上后 整个头出现圆形立刃 再次冲向了两人 赖光冲过来抵挡住了攻击 鬼怪最后也受伤消失了 随后更云带着天童来到巨大佛像前 让天童念出解除大蛇封印的咒语 吃一片割后 天童看到赖光被蜘蛛撕给缠住了 眼看蜘蛛即将给它致命一击 天童着急地喊了一声 赖光 一瞬间天童胸口中的龙形胎记 散发出耀眼的蓝光 大蛇就这样被唤醒了 争作三只炸裂 随像箭一样自足射去 突然出现的大蛇将天童栽在北上 人们看到大蛇在月亮上飞驰 鬼怪也被吓跑了 更云告诉天童 大蛇将是你的中仆 勇士不为背叛 最后大蛇带着天童 来到一个茅草屋前 天童在这里发现了刚才攻击他的那只鬼怪 是为赶到后 立刻设下了鬼的面具 那只鬼就变成了一位陋弱的少女 健壮 天童带着受伤的女孩和大蛇离开了 他们来到安马山 安马山是鬼怪居住的地方 天童发现 他们没了面具后 和博弘百姓一般 攻击他的女孩 叫瑞慧 是组统孙女 瑞慧告诉天童 鬼在汉字里是隐藏 人们把看不见的怪物和幽灵叫做鬼 但就并不是全部 贵族们隐藏了历史 瑞慧说他们是三代神的原野之地的原住民 本来他们安静平衡地生活着 但是耿云和贵族们突然闯进 他们是为了保护土地与山水 所以才战斗的 因为鬼族时代 都是和大神和谐相处 主长告诉天童 耿云 这是为了获了皮疤湖的力量 所以他发起战争 但是 他需要大蛇的力量 而大蛇 只服从于群羽士族的血脉 所以 才会带你穿越过来 天童看着大家 迎接着喜悸 心中困惑 不知道该相信谁 一直都软弱了他 也不想战斗 无奈 主长准备把他送回自己的时代 可瑞慧 就让天童留下来 颜看短的不行 准备来应了 可他随着突然出现 带走了天童 瑞慧只能强行跟上 不久后 大蛇碰到了更云的防护阵 掉落山间 随后 赖光突然出现 瑞慧和赖光各自全说天童 站在自己那一方 天童看起来十分痛苦 他根本不知道要做什么决定 于是 二连决定同时放弃他 瑞慧事发准备送他回家 假光四落 当天童正要走向回去的水晶时 被渡过的侍卫们 射出的打火 给阻止了 在这梦中 天童看到了为了 就连死去的父亲 和落小的自己 见一文威后 被欺负了落魄 仅来后的天童 发现这边 赖光身边的几名所救 聊天时 天童才知道 他们只是为了赖光战斗的 并不是欧鬼 邪不邪恶 如果不是敌人 他们就会停止战斗 天童也在此刻才知道 赖光的母亲 是为鬼所杀 这期间 主持也发现了更云的阴谋 天童回到宫殿时 主持已经自去了 鬼族和贵族们 即将展开最后的决一死散 赖光渴望力量 更云给了他 和他部下四大天王的力量 白乐光他们变成了管物 鬼怪瞬间 转而落实了一方 这时更云成了贼杀的主持 赖光的父母 也是他设计杀害的 听到这的天童 愤怒地想要阻止这一切 卫会也前来支援 但是根本打不过赖光 也在危急之际 长老拿出一把匕首交给天童 看到这把匕首 赖光就停止了对天童的进攻 他突然 回忆起自己小的时候 他的身份 追鬼族和贵族的混血 他一直都知道鬼族的命名 只可惜 后来母亲被主人杀死 因此他一直渴望 人类和鬼族能够和平相处 为此赖光就开始憎恨 这些被人称作鬼怪的存在 更云见此发愣了两人 于是对天童发出了致命的遗迹 赖光用身体挡住了这一击后 此分无点 只留下了最后一句话 相信你自己 经理所了 保护你所相信的 看着眼前这个男人 天童开始发疯般的进攻 但是 更云只用力机 就将他打败 随后 更云吸收了四大天王的力量 变成了终极的怪物 鬼怪一个个被打败 天童记得他母亲所说的 让他成为一个 像他父亲一样勇敢的人 瞬间 天童体内爆出了 巨大的力量 身后的琵琶湖 与天相接 巴奇大蛇 变身为 嘴中的仙态 巴奇大蛇代表着水的愤怒 大蛇头身们将更云缠闹 最终更云彻底的消失了 片名 鬼神传 事实上本无鬼 做鬼的 都是心中邪恶的人 有时候 一个再软弱的人 只要坚信自身 就一定会爆发出 恐怖的能力 唉 每次看到这种乐趣动画 最后的结局实在很无语 一个碌碌的主角被召唤到古代 却承担了救世的责任 然后相信 正义一定会打败邪恶的誓言 最后生气 反派终结 非常非常标准的套路 好在有环保主题进行加分 而且将鬼怪的题材融入进去 鬼的存在 反而成为了正义 整部电影在BGM上 以及特效 真的非常优秀 可是剧情 实在单调无比 有点对不起之投入 但还是非常推荐 到过去看一看 我是少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那咱们 下期再见 拜拜